公投投票日前黃金星期天 綠營遺失臺南大本營 高喊四個不同意 臺灣更有力 公投議題後面 有一個很深層很深層的訊息 就是我們臺灣不能亂 我們要穩穩的前進 呼籲支持者別忽略 投下公投票的重要性 總統蔡英文定調 民眾投下四個不同意票 將是臺灣穩定成長力量 副總統賴清德 面對超過三萬人潮 直呼臺南這場公投說明會 已經是參加宣講以來 第一百場說明會 和行政院長蘇貞昌 都把重點放在臺灣島內必須團結 蘇貞昌不只催票還用一鞠躬 請託臺南支持者投下四個不同意票 黃金星期天綠營大咖齊聚臺南 要催出四個不同意的踴躍投票率 三天綠營大咖齊聚臺南大咖齊聚臺南